新竹玄奘大学展现新气象 今天举行新任校长布达典礼 道场祝贺宾客云集 道贺生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现场充满了喜气及热闹的氛围 也凸显出新任校长的好人缘 由玄奘大学董事长了中长老手上接下聘书 简少奇博士正式成为玄奘大学第九任校长 就职典礼中除了有来自北中南三十多所的高中职校长之外 临近的中华大学及原培医事科技大学的校长也都到场祝贺 简少奇在副校长及在与校长一年来 不但亲自参与招生 更将大学的治校理念和新的学习模式带到高中端 展现大学校长的活力和治校的企图心 面对未来的高教的挑战 国际的竞争 国内之间的竞争 还有少子化的问题等等 都必须要把学校更扎实深耕 去做未来挑战的一个面对 所以学校这边应该会针对我们的教学进行做创新 那教学必须针对教学法 教学教材 教学场域的创新 我会在我的任内推动圆梦计划 希望孩子在进大学之后能够订定他自己的一个梦想 透过大一大二的扎根 希望他们在大三大四完成他们的梦想 检创级教授是一个很正诚 谦虚的人 在行的校长领导之下对校务力工作应该更有成效 更有进步 新竹市教育处长今天也代表市长林志坚 处席盛会 齐勉玄奘大学在检校长的带领下持续追求卓越 今天代表我们新竹市政府来参加我们玄奘大学检校长的上任典礼 我们玄奘大学在我们新竹市是一个有历史 而且为我们在地服务非常优良的一个学校 新竹市因为有这五所大学 让我们新竹市更人文会萃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我们期待检校长上任之后 可以带领我们的玄奘大学往更好更高的方向来努力 让我们新竹市更好 也希望他玄奘大学更多机会来跟我们的地方来做服务 让我们的所有的市民都能够享受我们玄奘大学的光荣 简少奇特别提出为学生圆梦的治校理念 他接任后的玄奘大学要与学生合力规划梦想 在学习实习和就业三步骤的脉络 强化学生竞争力 简少奇表示这也是未来玄奘大学推动实务教学的重要实践 而且将会逐一扩大规模并完成 才是为学生圆梦的最后一理路 凯破新竹 陈洛怡红 李介荣采访报导 凯破新竹